低调奢华说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也是一种对于优越品质与精致生活的追求 更是一种品味与格调的象征 大家好,我是Elly 今天带你来看楼 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Jalan Conley 吉隆坡繁忙市中心里面的一片绿洲 而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栋非常的低调又奢华的新项目 Conley一项由E&O东家集团与日本FudoSan Mitsui三井不动集团联手打造的全新项目 由在国际享有极高声望的建筑大师Carrie Hill设计 他设计的作品风格 在极简中追求自然环境与地域性文化的融合 巴黎岛的阿曼路撒 布丹的阿曼康拉 东京的阿曼特朗 马来西亚Langkawi的Dartai 新加坡Martin 38号公寓 上海的杨云安曼 台湾的日月坛韩碧楼都出自于他的手笔 每一次的设计都细心地把当地文化与自然条件融入 雕琢一件件气质非凡的剧作 The Conley坐落于吉隆坡全贵与精英齐聚的灵鹰大道 Carrie Hill为这栋高楼设计融合了现代风格与热带风情 独特的鳍片内衬与相框立面遮阳之际呈现光与影的美 所造洞中有静 静中有洞的感觉 楼层间静框式的外形将千变万化的吉隆坡库类城市美景一一摄入其中 马来西亚暖和的阳光配上精致的墙面 让这座楼高52层楼高的建筑物犹如一座优雅的城市度假村 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心脏地带 这里聚集了金融 经济 商业活动 文明的购物中心 医疗以及基础建设于一身 而同时这里也以Konle地铁批邻 而Konle地铁站对面就有个新开发的综合项目 购物中心和零售广场还有三栋的办公楼 Konle站距离双峰塔东区和吉隆坡国际金融中心TRX只需一个站 而至于Pavillion Bukit Vintang和KLCC购物广场就在步行范围里面 无论今天你是开车或者是租车又甚至是大地铁的话 一切的便利都在几尺之间 第一层到第十层是停车位 第十一层楼是公寓设施 十二到三十四是服务室公寓 三十六楼是公寓设施 三十七到四十八是服务室公寓 第五十层楼就是我们的顶楼餐厅 然后第五十一楼就是我们的Penhouse格楼单位啦 总共单位就只有四百九十一间非常的地密度 单位面积介于七百四十三方尺到一千三百三十五平方尺 有一房一加一两房二加一开放式的室内布局 每一个单位都有宽敞的阳台 让住在这里的住户可以欣赏吉隆坡的美景的同时 也可以感受到吉隆坡热情的阳光 说到这里我们急不急要去看示范单位啦 哈喽 哇 这个是我们最小户型的这个单位 七百四十三方尺又或者是六十九平米 那么首先门口一进来就立刻感受到了那个空间的奢华 为什么呢 因为在门口这里呢你就可以做一个摆设了 那么这里你可以做一个就是坐下来穿鞋的一个位置 那么前方这里呢就有我们的鞋柜啦 所以那个空间的那个利用啊是非常的充分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里的单位呢 我们的地板都采用了这一个非常珍贵的来自印尼的这个油木啊 这个木质地板呢就让你一进来家里呢就感受到那个大自然的感觉啊 非常的温暖 那么在你的穿鞋的另外一边啦哈 这边就是我们的powder room啦就让我们的客人哈 可以就很方便的使用 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做这个洗衣间 因为我们的示范单位呢就摆放了这个洗衣机在这一个位置 所有的空间都利用的非常的好 好 那么进来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厨房位置啦 OK So直线型的 那么在这里煮 在这里洗 在这里备菜 一转身 OK就可以吃了 多么的方便 然后呢在这里呢这个日式的榻榻米 那有谁喜欢日式榻榻米的 就可以在comment那边留言一下 所以呃在这边 哎蛮好的不错 这个感觉很不错 就很宁静的一个感觉 Zen style 在这个饭厅的另外一边 走过来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客厅位置啦 OK 那么同样的也是榻榻米 因为它就是长行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边呢你就可以在这边看电视啦 那么从你坐的位置 距离这个啊电视墙呢也是 有一段距离的啊 所以也是啊 非常的舒服 我客厅的前方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阳台 那我们的阳台呢 就可以贯穿去到你的房间了 这边走过去的 好 那我们先进去房间看看吧 来到这个卧室了啊 非常的宽敞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个示范单位的这个味道 非常的香 就让我立刻就很宁静这样子的 OK K size bed啦 然后旁边就有这个bed side tables的位置啦 那么前方你可以放画 又或者是放你的电视 那么我觉得不需要放电视啦 放画比较好 在床的另外一边这个位置呢 就是你的walk in walk road 区啦 一二三 总共就是有六门的 那么如果你是两个人住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的足够的 来到这里呢 我们有这个隐隐约约style的这个玻璃门 把它推开 就是你的这个主人浴室啦 在我们的主人浴室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采用的 非常漂亮的这一个材料 就是洗面盘来说呢 我们有双边的 就是这边一边 这边一边 两个洗面台 大理石的台面 然后呢 大理石的墙砖 OK 所以在房间里面呢 也是可以感受到那一个 就豪华的感觉啦 那么在这个房间呢 我们也是有这一个sliding door OK 就玻璃纹把它推开 你就出到来这个阳台了 那么在这个阳台呢 你也是可以走过来你的客厅位置 那也就方便你从房间 又或者是从客厅 你都可以随时随地走出来 OK 就看风景啊 透透气啊 这样子 那顺便呢 在这边也提一下 在这个单位里面呢 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橱柜啊 还有这些灯啊之类的 都是有包括的 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呢 就是partly furnished 就是办装修 就是说我们厨房的这个厨房壁柜 这整个橱柜 还有这一个电器啊 这个电器 OK 烤箱 alven 还有这个电磁炉 还有这个抽油烟机 还有这一个空调 还有这一个wardrope wardrope都是有包括在单位里面的 就是说当你拿了钥匙的时候呢 你的单位里面 你只需要把你喜欢的家具 还有你的luggage 你的行李 搬进来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第二间的示范单位 而这个户型设计呢 它是1335F的 也就是2加1的这个户型 那首先我们一进来这里呢 就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玄关位置 对 在这里呢 因为就是像这门口的 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这个摆设 而在我们的示范单位里面呢 我们可以感觉到的这个日式的这一个风格 因为其中一个开发商就是Midseifudor San嘛 日本公司的 那么来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厨房位置啦 对 同样的在单位里面呢 这个island kitchen 还有这个厨房壁柜呢 都是包括的 而且在这里呢 因为是直线式的 所以呢 你的这个流程 煮饭的流程呢 也非常的这个流畅 然后同时这里呢 我们这里也是有压的 那我们就可以摆放我们的洗衣机在这里啦 就处理我们的衣物这样子 那么走过来厨房的另外一边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餐桌位置 那么在这个单位里面呢 我们就摆放了这个6人的餐桌 那么这个空间感看来呢 还是非常的宽敞 因为呢 你放了这个6人的餐桌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走动空间 那么在餐桌的另外一边呢 就是我们2加1的加1房 我们时常讲加1哦 那一般上都是说一些小的单人房啊 还是就多余出来的一个空间 那么在这个单位呢 我们的加1是非常的宽 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加1的位置呢 其实它就像等于一般公寓的一间房的房间了 那其实也是说这个是三房单位 可以这么说 这个加1呢 你可以坐你的这个工作间 又或者是你的客房之类的 因为呢 在这里你也是可以通往这个浴室的 这个共用的浴室 就如果你把这个门关上的话 这一间浴室呢 你也是可以让你的就很方便的使用 那我们走去另外一边 来进来 那么在餐桌的前方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客厅位置啦 那也是非常的宽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呢 我们放了这个非常漂亮的皮质沙发 在这里啊 很大套的一个 那么住在这里呢 你距离你的电视墙还是蛮远的一个距离 大约有十尺 好了那现在来到的这一间房呢 很香耶这个味道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见啊 我们放了这个非常优雅木质的这一个房 这个床喔 非常的大自然的气息 然后OK 双人床 然后built in wardrobe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进去 这一个浴室啦 好 那你把门关上这一边呢 是共用的啊 共用跟那个嘉义的是共用 那么如果嘉义的没有人使用的话 这一边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浴室 在这个浴室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采用的就是这个瓷砖 这个土灰色的喔 就非常配合这个日式的这个低调 然后呢 就是这个是沾浴室的 对 然后这个呢 也是大理石的这个洗面台 好 那么再过来房间这里呢 再回来房间这里 OK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房间呢 可以走出去我们的阳台的 OK 这个阳台非常的漂亮 是我本身非常喜欢的这个地方 而这个阳台呢 它是长行的 它就贯穿了这个房间 还有客厅 还有另外一边的这个主人房 就长行了一个喔 那你在这个阳台这里呢 基本上你走出来 你可以跟你在客厅的家人打招呼 然后回到去你自己的房间 又回到去另外一边的这个主人房 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们再回来客厅这里 OK 在客厅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边呢 就是我们的主人房位置啦 好啦 进来这个主人房的位置 哇 OK 非常的宽 为什么呢 那你看 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放King Size B 放了King Size B过后 还有很多的这个走动的空间 然后同样的 在你床的前方位置这里呢 就是这个开大门喔 开到完的 这一个让你走出去阳台的 这一个玻璃门 就把它堆开 那你躺在床上的这里呢 基本上你一醒来 你就可以看见外面的 这个吉隆坡风景 非常的漂亮 在这里 就完完全全的这个 非常大的一个玻璃门 OK 然后在这里的另外一边呢 你看 我们的这个Valgetrope Area呢 也是非常的宽 然后我们刷一下 1 2 3 4 5 6 6门的Valgetrope 那我们这里呢 也是有非常漂亮的 这个Sliding Door啦 就让你走进你的这个浴室 为什么关门 OK好 等一下 来我们进来 我们的浴室看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讲究的是一个生活品质 你看 我们的大理石的洗面胎 然后在这个呢 就是这个深入式的这个浴缸 那工作了一天 放工回来 就可以沉浸在你的浴缸里面 慢慢的休息 在这里呢 也是有这个占浴室的 而占浴室隔开的 另外一边 非常的贴心哦 把它隔开了 那么在这里呢 也有一个日式讲究的马桶 那在这个浴室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见 这里采用的就是这个 大理石的这个墙砖 所以整个浴室来说呢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的就是那个豪华浴室的气息 在房间要的就是大自然的气息 在浴室里面要的是高贵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阳台贯穿客厅与卧室 让你的单位充满了自然光线还有空气 同时也可以随时随地欣赏室外的美景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发现开发商非常的注重细节 无论装置 市面 纹理 瓷砖 甚至是灯光的布置 让整个单位非常的优雅 精细 还有极简 同时也巧妙地分开了这个私人与家人齐聚的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公寓设施 在这里呢我们总共就有491个单位 然后呢我们备有两个恒温泳池 温水泳池 水利按摩池 两间的健身中心 缩纳房 多功能 休息室 还有多功能厅 在11楼我们还有这个会议室 音乐室 台球 多媒体室 还有空中花园 那么在第36楼呢我们有酒吧 那么在顶楼呢我们有餐厅 你可以在这里和亲朋好友小酌一杯 那么价格来说呢 大家猜一下哦 这么一个无懈可击的这个项目啊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的价格就是平均每平方尺 马币2000块 最小的单位700多方尺的来说呢 就是马币140多万你就可以拥有了 那么最大的户型呢 二加一房的 1300多方尺的话 马币270万就可以拥有了 不要忘记哦 这个是我们吉隆坡 优越的地点 永久的地气 高端的发展商 著名的建筑师 还有在附送你Partly Furnace 这个价非常的值得 再来补充一下哦 我们吉隆坡有很多的这个高端的项目 那今天这一个呢 我是非常的欣赏了 因为呢 颜值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颜值 那如果今天我本身就是应聘者 我要去interview 那我的颜值长得好不好看 首先它就肯定影响了 我这个面试的结果 那么同样的在房地产呢 我们也是有说颜值 建筑的颜值 The Collect 出自于阿曼系列 设计大师Carrie Hill 的手 颜值来说 已经树立了一个令人仰望的标杆 首区一指的上市高端房产开发商 最尊贵的东家集团礼宾服务 那今天介绍的这个项目啊 肯定就是有很多买家 希望看到又甚至是 有拥有它的这个欲望的 一个优越的项目 那么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我今天 为你介绍的这个项目 那如果你也想要 过来这里参观的话 欢迎联络我的这个电话号码 我们的团队呢 可以带你过来这里参观 那同时也会为你分析 我们吉隆波市中心 各项项目的这个 房地产成交的这个行情 那同时 如果你还想要继续跟随我 去看更多各种各样的 房地产项目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还有分享 OK 那我们下一集见了 拜拜 日本的这个山景 其中因为开发商的其中一个 就是日本的山景不动 因为其中一个开发商 就是Mitsui Fudo San 日本公司的